哈囉,大家好,我是薛薛 眾所期待的日服新型態團活 以下稱為世界連結活,終於上線啦 這邊簡單幫大家整理新活動的重點 方便各位看不懂日文 但想打活動的豆腐參考 首先是卡池 這個活動的卡池Pickup 就是指定團體的人類成員 全員都會出一張新的限定四星 著實讓相推豆腐們又愛又痛 愛的是眾生平等 痛的是錢包和機率的斬鬥 這時的限定四星跟以往期間限定活的四星 不同的點在於它沒有限定法 但相對的只要升到專精2 也就是以往解法型的等級 就能解鎖該角色在指定3DMV的特殊鏡頭 算是世界計畫的新嘗試 再來呢,世界連結活卡池的時間 也比過往活動長 從活動開始當天算起大概15天 原因呢,跟我們接下來要說的活動型態有關 世界連結活不像以往 是給一個統一的活動時間 期間內只要達到足夠的點數跟徽章 就能按照自己的步調開啟所有活動故事 和兌換交換所裡的東西跟平排名 它是以指定團體的角色 卻把整個大活動分成四小塊 整個大活動的續章與結尾不算 指定團體的四個角色 各自會有獨立章節 每章又分為前篇與後篇 簡單來說,你可以想像成一個大活動裡面 有四個以角色為單位的小活動 這四個小活動都有屬於自己的活動時間 幻動性有的徽章 專屬兌換所 專屬點數和小排名 而整個的活動進度 就是按照這個章節順序 以三天一章的規律逐一開放 從劇情方面來說 就不像以前是要達到指定點數才能開故事 而是時間到了就自動開 如果你是喜歡一口氣看完活動故事的人 等於要等到第四章的指定時間到了 才能一口氣看完全部的故事 在交換所部分一共分為五種 分別是總和交換所跟四個角色的小交換所 特別要注意的是兌換用的徽章也分成五種 同樣是綁定章節的活動時間 譬如說在真東章節期間打的徽章 就只能拿來兌換真東交換所的東西 以及拿來兌換成總和交換所用的徽章 再到總和交換所換東西 所以體力資源分配上要稍微留意一下 此外這次在角色交換所有個新的道具 我稱它為思念小平 每個角色限定換兩個 如果能力許可推薦必換 還有平常難得入手的主唱卡 我也推薦必換 再來是組隊的部分 分為跟以前一樣的打歌隊伍 和所謂的章節支援隊伍 這次機制偏複雜 加成的要素也很多 懶得思考的話 通通Omaga Se也是很好的選擇 那由於我本身不是排名檔 對數據的排列組合沒有特別研究 這邊就只講組隊的大方向 首先是打歌隊伍 在你有當期限定卡的情況下 一定是當期限定卡優先組進隊伍 剩下的欄位就是全團盡量都放 指定團體的人類成員 以高等、四星且高專精的最好 再塞一支其他的高等、四星、高專精成員 用這五張卡湊齊五種屬性 會是最好的 如果無法達成所有條件 我個人建議先以指定團體的 高等、四星為優先 其次是盡量湊多種屬性 最後才是專精考量 再重申一次我不是排名檔 對數據沒有仔細研究過 真的就僅供參考 至於在章節支援隊伍的部分 也是這次活動的新設定 每個章節都可以設定各自的支援隊伍 可以放12張指定團體成員 包含同團V加的卡 角色是可以重複的 加成指數以該章節的四星角色最高 有練專精也會有額外的加成 但這邊整體算法單純很多 其實可以直接おまかせ就好 簡單來說 就是盡量三年有的章節四星角色卡 大於其他成員的四星卡 大於章節角色的三星卡 大於其他成員的三星卡 以此類推 最後提醒一下排名的部分 除了最後大活動的總排名 跟整體報酬 會是以全章節累計的點數結算之外 每個章節都還會有獨立的排名 如果有特別推的角色 在保證購換所有角色交換所 你想要的東西的前提下 可以謹慎思考一下體力資源分配 以上就是我的小小分享 希望能幫到不太清楚 新活動在幹嘛的豆腐們 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能解答的我會盡量幫忙 那麼我是屑屑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